在阿爾巴尼亞首都西南方一間商場 發生了大火 造成42人受傷 而這起火警就發生在當地時間耶誕節當天 一棟12層樓高的商場在下午突然起火 火事延燒得很迅速 因為是複合式大樓 高隆層是住宅區 所以包含住戶在內共有42人受傷 當中還有兩人是孩童 另外包含三名消防隊員在救火的過程當中也受傷 還好傷勢都不算太嚴重 而當地的媒體表示 起火原因可能跟冷氣機有關 但是詳細的狀況還要再進一步理清